大家好,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好了,其實有很多的車手 我想到踩單車都想踩得快一點 尤其是踩公路車 也有觀眾問過 踩單車都踩了一段時間 但是在速度上都沒有什麼變化 想踩得更快 如果踩單車想踩得快一點 其實是有很多的方法 這些方法有些是即時性 就立刻可以讓你踩得快一點 有些就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踩得快 可以即時生效 令到你速度變得更快的方法 就是買裝備 當你穿了一套單車衫 單車褲 本身是穿T恤 可能是牛仔褲 這樣踩單車 當你換了一套單車衫 是會更加破風 有些人就可能想 換件衣服有沒有真的這麼大分別 其實換了一套衣服不單止是先鋒 風座沒有這麼大 自己踩的時候都會舒服一點 因為吸汗、排汗 感覺就好像是你去游泳 現在有兩套衣服給你選擇 一套就是上面是T恤 下面是沙灘褲 另外一款就是競技款的泳衣 泳裝 踩單車都是同樣道理 不過雖然說會快了 就不會突飛猛進的 是快一點點 例如你踩平均時速 這一段路是25的 你換了一套衣服之後 換了件衣服和褲 你下次的平均時速 可能會去到26 即是你沒有穿就25 穿了單車衫就26 平均時速 所以這樣想的話 換了一套衣服就快一點點 你換了一個破風一點的頭盔 又可以再快一點點 這個就是在裝備上 可以增加速度的方法 有些車手可能是剛剛還單車 加入我們公路車的大家庭 如果是新手的話 我就覺得比起換裝備 可以更加著重於提升等級 即是電線提升等級 都會令到自己的速度有所提升 我前陣子就約了一個朋友 出來踩單車 他就剛剛買了一輛新的公路車 就跟他踩了 出來踩的時候 跟他踩的速度就像我現在的 現在的速度是16 有時就快一點點 17 18 如果是再踩得快一點的話 就真的踩到吐了 對他來說 會很辛苦 尤其是如果一個新手 他是沒有什麼運動的底子的話 就首先要鍛鍊好基本體能 令到自己的等級不停上升 體能上升 速度自然都會踩得快一點 還有新手一開始 我覺得是進步得最快的 如果買了單車回來 然後不停踩 其實很快就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除了本身自己個人的體能之外 除了裝備又或者是一些技巧上的改善 例如說如何正確地使用變速器 又或者是抽車的時機 一些節奏上的改變 都可以令到自己踩得更快 不過在技巧那裡 如果你踩單車 踩得越來越久 因為你的等級不停地提升 技巧方面 基本上都會自自然地上升 會找到自己適合自己的節奏 怎樣踩才是最舒服 才是最快的 當然剛剛所提及的東西 可以一起做 就像網上遊戲一樣 有錢的話就課金重貨 可以放進去角色那裡 即是角色就是你的人 又或者放進去你的武器那裡 武器就是你的車 貨員想再踩得快一點的話 就可以去拆一下升級 升一下自己的級別 等級不停地提升 經驗值越來越多 然後就是技巧方面 你的等級升到很高 但是都要懂得運用你的招式 你的技能 踩單車就可以當作單車online 這樣想的話就會容易理解 今天這條影片都差不多來到這裡了 跟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關於速度上的東西 那我們下次又去講一下其他不同的東西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